跨房为减 盈利有道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上阵的表现 今天上阵上涨到了3100点 站上了60天的均线 后面的半年线将是3200点作为压力位 更高的压力位将是连线3300点 今天虽然拿下了3100点的点位 但是从成交量来说量能不足 尽管前三天的交易都是1万亿左右 不过在过去的两天是下跌的1万亿 今天是上涨的1万亿 说明今天的量能并没有把前两天出货的全部消化掉 所以后面上阵以3100点位置进行震荡 不排除后面几天补下方3036的缺口位置 如果能够有效守住3100点的位置 那未来可以涨望3200点 再来说一下今天的主角 今天的主角是双创指数 创业版前面5个下跌被20日均线支撑 今天上涨 并且量能超过了昨天的量能 后面测试2460点的压力位 我们再来看一下强者的风产 科创50 这个指数其实在前几天我们就开始关注了 这个指数三天两根放量一根缩量 完美的表现了筹码的换手 下面测试1072的压力位 从目前的行情来说 1072被突破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科创50对应的半导体 也是今天市场上最靓丽的板块 我们再来看一下聪明资金 北向资金的情况 昨天流入了160亿 今天流入81亿 今天流入减缓 这个主要原因是人民币汇率有下跌反弹的迹象 后面我们将会持续的观察 北向资金的动向是否会继续流入 再来看一下半导体 半导体指数占上了60日均线 后市还需要补量 在疫情、汇率、外部扰动 三个事情同时在上周五进行了好转 反弹的行情一定会是在路上 今天上涨板块有制造启航、汽车整车、半导体、信创软件 今天风险的转移是粮食概念、航天军工 盈利的提升主要是地产产业链和资源类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今天的优质板块 最近医药、信创、房地产等板块纷纷凝涨 按照我们团队的做法 已经上涨了板块 一般我们会放弃掉 我们会选择一些低价位优质的板块 而最近的半导体 风电、光伏、军工散道 均没有太大的动静 今天的半导体在昨日回踩到2225的区间支撑位以后 今天开始放量的上涨 从板块来看 半导体有44.9亿的资金流入 涨幅6.9% 显然是有一大波资金直接就冲进来了 而带动了相关的细分领域 比如说像汽车芯片 今天90多个涨停板块中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核心是半导体板块 今天半导体上涨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新闻 是在今天早上发生的 巴菲特的公司建仓台积电 巴菲特向来偏好于消费板块 最近几年巴菲特只买过三个科技股 分别是苹果、惠普和今天加入的台积电 所以这是芯片股上涨的主要原因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消息 国家人员局准备推荐第三批风光设备建设的项目审查 所以后续风光储会有不小的上涨空间 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明天将要关注的股票 是一个锂电池材料相关的赛道股 公司主营业务是涵盖副极材料及石墨加工 公司是国内最早实现徒步设备国产化的企业之一 产品主要集中在中后端 核心设备有住业机、碟片机等等 公司的客户结构非常优秀 有望继续享受技术的溢价 释放利润的增量 第三季度的利润同比大涨近一倍 超出了市场的预计 三季度的时候 北向资金逆势大举加仓 持仓量增加了近两成 股价也是自六月高点超跌了40% 重新回到了底部区域 近期量能有所启动 有望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机会